你會看到說其實他這樣做的話 只要看到是說一個房價下跌的速度 房價下跌的速度跟弧度 他並沒有來著想像中 冷是冷 但是價格大家 老百姓的感覺還是沒有掉 所以這個是 感覺到那個弧度太慢了 這個對於民眾跟社會的光感上面 想要買回來還是就 明驗會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會說 他的下跌的弧度感覺不出來 但是他量縮了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市場裡面就是 其實今年的格局就很簡單 五個字就解決掉了 第一個是跌 確定是跌了 不會再漲 會再漲的地方一定是一種 比較稀少或地段好的地方它會漲 因為它是供需的問題 跌是確定的 那是怎麼跌 它是緩跌還是重挫 有人說它是逃命草 這個講逃命草也是言過其實 因為沒有看到拋貨哪來逃命 市場是不好沒有錯 但還沒有到達所以要說去拋貨 所以假設真的是逃命草的話 他只是用走還不到用拋的 用走的逃 那現在這個量縮的是最先面 是量縮的 但是那個弧度有人說 那是不是一年會跌20% 其實也不會 假設一年跌20%的話 受傷害的最重要是銀行 我們當然是20%了 過去的借款是借85%的 借9成的怎麼辦 我就拋給銀行 所以政府不會不清楚這個事情的 現在很簡單就是說 我們覺得那個房價還是沒有下來 尤其大家在看到蛋白區裡面的量 最大了 現在成交量裡面 或者推案子的案件數 整百間都是差不多是 看蛋白區的 譬如說投放重力 這種東西 真正的在市區裡面的房價 是沒有什麼掉的 所以你要是寄望說 今天蛋黃區能夠掉個什麼 35%就已經不錯了 35%就不錯了 不是我們想像中一成兩成 今天那個蛋黃區可以修個35%的話 這已經是對這個市場 已經算是有降價了 是的 這已經最大交代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 量價買去上個角度來看 這個量會先縮 量會先縮價格掉下來是緩慢的 對建商來講會覺得 我買進已經這麼冷了 然後現在央行要這個動作 會不會對他們來講也是傷害很大 反正 我還是講說 這個市場並沒有想要縮得 壞到哪裡去 它只量縮了 但是對於那種靠房地產投資要獲利的 這個機會已經不在了 所以政策不改 投資不入 所以我說那個平均地點條例 是最後一個政府對於 壓抑房地產的一個天王而已 只是這個天王撒下去的時候 它的發酵是慢慢在發酵的 也代表說對於投資人 對於有很多戶的人 他的持有的成本壓力是還不到的 你兩趴花 那有什麼壓力 沒有什麼壓力啊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不動產裡面 你會看到它的價格 只有在那個量供應大地方 它的價格才會有鬆動 因為量大價必亂 可是當你的蛋牌去 漲太大的時候 你會只有看到它下修 所以我經理是 怎麼樣它都不會到達重挫 我們只是看到說 大家蓋的房子越蓋越小 鳥籠房子就多來了 但是那些對於小型的建商會有影響 小型的建商會有影響 對 那個金流會有問題 所以對於小型建商的話 它有影響的話 它就是要嘛就是趕快不要推了 因為它沒辦法控制營造成本 因為它省不下來 所以很多的建商比較大腳的說 這是要怎麼掉到哪裡 我營業怎麼都上來了 你期待那個房價下跌 機會真的不大了 是 那顏總你怎麼看下半年 我們要怎麼觀察 如果現在大家就在還擔心說 我現在房子手上 我到底要怎麼處理 下半年的一個房市走勢 先看量 我們看市場 是看上個中央指標 一個量價買氣 那個量是收的話 量收是最明顯的 量收是房價要再上漲動的話 這機會不大 所以假設有人跟你講說 我現在新北市 或者是說我的蛋白區又漲了多少 聽聽就好了 因為這個市場沒有量 沒有量不會熱的時候 就代表說很多人退場了 所以那個量 我們就擔心的就是 量的話就看三種重要的量 一個叫土地市場的交易量 一個叫商用不動產交易量 一個叫漁展動數 那土地市場的交易量 它是面粉是原料 就看是誰在拿 建商在拿 所以你只要統計這個數字 他們現在搶貨的速度是怎麼樣子 就是告訴各位 我們在市場抓魚的人 我們會知道魚的狀況 魚要不要吃了 比心人更清楚 因為我們那量抓魚 抓魚要土地 土地的量是縮的 非常明顯 從去年的預測 跟去年年底的買單 大概是減掉了四十幾% 這麼多 今年統計到現在的話再縮 今年整個量差不多300億而已 頂多300億 我說土地 商用的話大概是 差不多400億 因為現在有幾檔的率子 我們看到那個率子 新冠率子 那個商用不動產 歸類在商用不動產 因為它有帶收益的 現況又不能打掉重蓋的話 就是我們認定它就是商用的 商用大概是400億 各位看到說 你需要看到那些標 我們現在在做土地買賣的時候 不管是公開標示的方式 來處理的話 都差不多一票而已 那個不會吃魚 這個魚彈下去 一票魚在那裡加而已 不搖耳 對 它能夠搖耳就不錯了 所以它完全沒有追價 有當然你會看到 土地市場大概是這樣 我們處理到是 已經是幾十億了 但是它不會這 所以已經沒有像以前 一追價就追價 兩層 三層 不像人家搶地那個時候 沒有那個熱情的 假設原料是這樣的話 那原料所做出來的麵包 麵粉是這樣的話 那麵包你能夠掌上哪裡去 沒有辦法了 所以麵包是新的出來 然後舊了沒有賣掉 大家在那裡賣 很簡單的就是說 這個格價就是說 假設你能夠趕快 能夠不要說拋了 趕快賣的話 賺一點錢你應該要走了 所以第二個就是 我們看商務部長的交易量 商務部長的交易要看收益 那個收益的話是因為現在 金管會要求是法人 就是說一些收容公司 要買是2.845 要過這個報酬率你才可以買 所以現在的市場裡面 還開到2.5以下了 金額就很奇怪 這不會成交 法人也不會跟你買 你是在開地上送 所以很簡單的說 假設你會看到 日子這樣的標裡面 你看到不管在台南 那個是5% 台南那個百貨公司 那是賣到5% 那算很好 好什麼東西 它只是一標而已 一標而已嗎 一標而已 說它就是 你可以看到是誰買的 但是至少有成交 那個東西會 關係到日子的股價 因為它已經把日子的股價 搞到跟禁止一樣的時候 你想說它不買的話 那不是等到價格要下來嗎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 再看到中山北路那個標 剛好是有陳曉金出來 殺出來 就是有長春實化 殺出來它多了一點錢 其實這個現在 目前賣東西是比較不樂觀的 所以我們只有這個 三國不斷產的交易量 是有放大 是這樣 有一些大概都是低功虐過了 代表沒有人去唱 魚餌是不會去比 大家是不是都想要等著 燙燙來給它捏那樣子 就不要加價了 會有人買 因為這些地方 也不是說差到沒有人要 那只是一個價格的問題 那等的人 他等到說那個魚餌 可不可以分小一點 因為我嘴巴只有這麼大而已 你搞那麼大魚餌 對不對 然後又掉到海邊面上 我怎麼去跳出來咬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看到 三國不斷產是有這些案子 所以它量出來了 光這個案子它整個賣掉的話 它是290幾億 紅波浪的話六件 這是市場上最蜀目的案子 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叫做移轉動數 這是關心老百姓 就是一般的消息在買的 移轉動數住宅了 移轉動數你看 你剛剛講說在減 這沒有錯 因為移轉動數的話 我們去年的量 我們去年的量是在31.8萬棟 今年的話是 我的預測是在30萬棟 30萬棟也是我提出來了 30萬棟是什麼 是過去10年平均的移轉量 大概30.8萬棟 所以假設很多人在關心說 破了30萬棟會怎麼樣 現在大部分我們講說 到6月份的時候 到5月份我們同意到5月份的話 頂多大概是 可能8萬多 8萬多吧 8萬多是平均大概一個月 大概是2萬多棟而已 那假設給你好一點是2萬5千棟的話 你12個月你會多少棟 就是20幾萬棟 連30萬棟都沒有 所以這個情況是說 假設它沒有過30萬棟 是低於30萬棟的話 那這個市場未來是2 3年 還是會走一個緩跌 它起不來就對了 那量會再縮 又量縮 然後價格又一直緩跌 對 縮到2016年 2016年最低的量是24.5萬棟 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情況 假設這個量維持在30萬棟以上的話 就代表說這個市場是有熱度了 有溫度了 你看到這個土地在這個市場裡面 土地還是有溫度 雖然我們不懂還是有溫度 代表說民間裡面 社會裡面 或者說建商裡面 口袋錢還是多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很多的建商 過去搶地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跟銀行借膽 人家借膽 他自己的膽怯 但是好賊的話就不一樣 好賊是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膽 自己賺到錢 所以他就是百分之百都是 自己的錢在買 對 所以我是覺得平衡聊天在搞這個東西 其實是不需要的 你就很簡單說 你要買豪宅超過8000塊的話 全部用現金買賣 是 你自己有錢你買嘛 他如果不要做錢 你說5年內 你說5年內不能移轉 你跟他說落到10年後 你才移轉 就這樣就管制 不要限制他 即可是說不能買或怎麼樣 所以我說就導航很多東西 政府都是政策上面都已經做好了 我認為現在上台的這些執行的 我們執行這個環境政策的這些官員 腦筋是清楚的 是 只是我們民間看到東西出來真的說 都已經打了 都已經冷價下來了 怎麼還要再打 標題上寫的東西 為什麼還是什麼第五波 其實很清楚嘛 你的房價 房價還是沒有掉了幅度 沒有想像中的好跟快嘛 老百姓會有 想要買房子 現在市場真的會買 會愛人心人 你是自己賣的嘛 你說街頭都沒有頂張 政府搞那麼多政策下來都沒有動 那我怎麼辦 民間這個消耗子還是覺得說 政府是沒有作為的 是 所以要再繼續再有動作 讓那個房價看能不能夠 對啦 所以剛剛那個 剛剛所提到的東西是 什麼第二戶七成五幹什麼 為什麼 銀行很清楚 你真的是在買這個多買一塊怎麼樣的話 你是投資的話 它很清楚 假設你是真的要用說 我還怎麼賣掉的話 銀行會不清楚嗎 你跟他講說 我真的還沒賣掉 講給你講 這是買的第二戶 是 所以可以跟銀行好好講一講